各位好,現在我們要開始介紹我們PowerChoose軟體如何建立一個IHP的分析專案 首先第一步我們在檔案這邊點選新增專案 輸入專案名稱之後點選確定 第二個步驟我們要輸入這一份問卷總共有多少專家一起參與 假設我們今天有兩份專家在右上角這邊點選新增問卷兩份 這個詳細資料可以輸入可以不用輸入 輸入完成之後我們點選確定 左邊這個框框就是我們在IHP分析裡面所謂的層級結構 那假設我們今天要建立目標 我們這個分析專案的名稱叫做目標 那我們底下可能會有三個印象它的構面 那我們點選這個左邊新增節點 它的功能是會在您選擇的節點底下新增節點 那如果您的問卷分析是兩層結構以上的 您就在構面上面先選擇構面 之後再點選我們的新增節點來新增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如果您要刪除的話呢 就點選這個左邊圖示的部分 叫移除節點就可以把它移除 那如果您需要變更它的名稱呢 就在右下角這個節點屬性這邊去變更它 變更完成之後呢 點選確定它的名稱就會跟著改變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假設建立完成了 我們的一個問題的層級結構 第二個部分我們要輸入問卷的 層對比較矩陣 在右邊這個AHP的頁籤中選取 好 那我們點選我們要輸入的矩陣節點 比方說我們這一個分析案 是只有一個層對比較矩陣 目標底下這三份 好 好 那點選之後呢 右邊就會出現我們的層對比較矩陣 那您可以輸入問卷 您可以用問卷式的輸入 或是用平B尺度的輸入方式 就是拖替左邊這個拉把去做輸入 必須要先點選這個方框 然後拖替它或者是直接在下面 都是可以的 好 完成之後呢 您只要點選這個原件外部的任何一個地方 程式就會判斷您是否輸入完成矩陣 當您輸入完矩陣之後 我們會將您的CR值計算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層對比較矩陣的輸入方式 那以此類推 我們輸入完一整份問卷 全部的層對比較矩陣之後呢 我們就要在右上角這裡去選擇我們的其他文件來做輸入 好 假設我們輸入完畢之後 當您的CR值如果大於0.1 我們程式會自動提醒您 我將它變成紅色的數字 來告訴您 您的 呃 程度比較矩陣 它是不符合邏輯自信的 好 那麼當我們的問卷 專家問卷人數全部輸入完畢之後 我們現在要進行 呃 加總計算 那我們現在呢 在點選結果顯示這個方框 在右邊的部分您會看到一個選組計算的功能 然後點選 那稍待一會之後呢 就會出現 計算完成 這個提示 完成了之後呢 您會發現 我們會自動幫您跳到這個合併 問卷來 這個意思是你第一份跟第二份 或一到N份的問卷 總共我們是使用幾何平均的方式去幫您 做問卷的 權重的計算 那如果您想要檢視您的結果 您可以把這個滑鼠點到目標 或是假設你是多層次的 你要點點到它的上一層節點 我們會幫您把這個節點的所有權重都列出來給您看 局部權重的意思呢 是指它在單一階層底下所佔的權重 那整體權重的意思是它會乘上負節點的權重 那比方說 共面一是0.51 那如果共面一底下呢 還有準則1跟準則2 那它們的權重 就是要在乘上這個負節點的權重 也就是說呢 它在這整個問題層次裡面呢 它所佔的權重是多少 是這個概念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新增一個 PHP分析案的操作 謝謝各位